我中边生这盆草莓 这是在一个月之前摘种的 现在生产的状况也是特别的好的 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用什么土剂能够把它摘种成这个模样的 虽然还没有接触果子 不过这些叶片大家看一下 比较的茉莉比较的大 比较的鲜艳 光测度是比较的好的 那么是用什么土剂能够把它摘种成这样呢 而且这里面这些鲜甲 也是绿绿绿绿的冒出来了 比较的健壮 这些鲜甲这些叶甲比较的粗大 我就是使用了这种极物营养土的 这种极物营养土我就放了五份 大家看一下 这种营养土比较的蓬松的 这是五份这种营养土 这种粗纤维养分就放了三份 因为这种粗纤维养分 对土芽不板结不烧根 肥效高 它可以调节土芽中的纤维素的 里面所含的有脂质成分是特别的多的 使用的话就是适当的放一点点 或者是按比例放进去混泡精英就可以了 那么其他的两份就是河沙了 淡水河沙最为佳的 就是使用这种淡水河沙就可以了 这种淡水河沙它的透气性是比较好的 而且使用这三种混泡一级土芽不会造成板结的 输松度是比较好的 使用来栽种一些绿级 特别是草莓是比较好的 本身草莓栽种的环境 它有土质是有特别的好的土地栽种是比较好的 容易板结的土质千万不要使用 这样对它的后期生长是很不利的 所以使用这三种混合栽种就可以了 这样就起到很好的生长效果了 刚才给大家看过了 我就拿其中的一盘给大家看了 就是叶片比较的好比较的茉莉 而且长得比较的大的 最后栽种下期三天或者是五年之后 记得给它做好一个防种工作 因为这种盆栽扫梅最怕的就是虫害 一旦出现虫害了一定要做好防止的 一般都是百分c 满虫 腺虫 牙虫 百分c等于消耗基础 吃比较容易的反击 可以在这个花盘盘涂里面的 因为这个盘涂一旦保湿了 它就会攀拔在 就是在里面防止了 越防止越多 这时候一定要做好防种这一步工作了 可以用到这种内吸型的肤虫胺 这些颗粒状的肤虫胺 可以撒细量的到花盘盘涂表面就可以了 这种是一种内吸型的药物 一些虫害一旦啃食到了 它就慢慢的死掉的了 再说了 这个药效可以长达四十多天的时间的 可以在四十天以后给它撒一点点进去 只要把防种这一步工作做好了 后期它接触的果汁 也是特别的大 特别的甜的 春天养护盆栽草莓 配土得当了 防种做好了 就可以养出一盘比较好的草莓了 我这盘就是其中的一盘 就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分享一下 是适用什么方法 能够让它长得这么健壮 这么旺的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这些方法对大家有帮助 好了 下期再见